只花一块钱就中了千万奖金 开出这张发票的是高雄凤山区一间连锁咖啡店 客人来消费花一元加购塑胶袋 中了今年三四月份发票的千万大奖献煞不少人 根据了解这期十九张千万大奖 其中有八张的消费金额都是在一百元以下 第二滴的消费金额也只花了46元 买吃的就爆走千万 贴上大大红色公告 感谢财神眷顾这间连锁咖啡店 顾客只消费一元就中了千万大奖 花了一块钱就是为了加购这个塑胶袋 以外获得大奖消息传出 民众也知乎真的好幸运 发票千万开奖地点就在高雄凤山区这间连锁咖啡店 而根据统计今年三四月 千万中奖发票共有十九张 有八张消费金额在一百元以下 以食品饮料为主 其中最低金额就是一元加购塑胶袋 而第二滴的金额在屏东恒春 也只花了46元买食物 就把千万报回家 国税局打电话给我们说有一张发票 然后他跟我们说 你们中了一千万这样 确定是他只有买一个一块钱的袋子 不是那种洗发票买很多个袋子这样 还蛮高兴的 因为算是我们开第二次了 一元消费幸运而晋升千万富翁 财神爷铸顾下也为商家带来商机 斩喜气 接着成本去登明高雄报道